這兩天天氣比較暖甚至是熱 今天香港來講 下午各區的氣溫都上升到27、8度 有些地方甚至有30度 不過大家留意 接下來一兩天天氣會有一個明顯的變化 預料有一道冷風 就是明天早上就會抵達華南沿岸 在圖上大家看到藍色的位置 就是和冬季季後風相關的冷空氣 屆時就會影響香港 明天早上大家起床時 就會發現天氣有一個明顯的轉變 冷了和有幾陣雨 明天日間氣溫就不會上升 而且會繼續下降 預計在星期六晚和星期日早上的話 市區的最低氣溫會下降至12度左右 而新界是會低幾度 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話 基本上都是比較多雲 有些雨 還有風勢會比較大 所以在空曠地方 譬如是離岸或是高地的話 感覺會比較冷 所以市民如果進行這個會外活動的時間 就要注意保暖了 在這張時間序列圖裏面 大家看得到 明天氣溫會顯著下降 天文台會在明天早上的時間 發出今年入冬以來 第一個寒冷天氣警告 而在星期一和星期二的話 氣溫會稍為上升 但是早晚仍然是比較冷的 尤其是新界的地區 預計下個星期中期 有一個乾燥的季後風 補充會抵達到華南河岸 到時候就會再度轉冷 但是天色會好轉 日夜溫差會比較大 因應接下來轉冷的天氣 市民要留意 以及注意暴暖 至於長者或老有記 在寒冷天氣情況下的注意事項 我將時間交給長者安居協會的黃女士 好 麻煩你 鄭先生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長者在氣溫下降的時候 應該注意什麼事項呢 一般來說 氣溫下降對長者的影響都比較大 因為他們的體溫調節功能減退 我們常常在冬季見到長者 會碰到的健康威脅 包括低溫症 心血管疾病 因為跌倒而骨折 以及流感等等 氣溫下降可能影響長者氣管健康 特別是有長期胸肺疾病 例如酵喘人士 根據協會一線通平安中支援中心統計 冬季的時候 長者多數因為身體的痛症 跌倒和雲圓向協會求助 今年是第一個復償之後的冬季 也進入流感的高峰期 我們現在面對的是 是流感、新冠肺炎和肺炎資源體 感染三重夾擊 隨著本港全面復償 人口流動也大幅提升 包括長者、外游也多了 令到感染傳染病的機會有所增加 根據協會一線通平安中支援中心的統計數字 由2023年2月至11月 長者外游的平均每月數字 比疫情期間上升近九成 由2023年2月至11月 每月平均我們收到 因爲流感症狀而送院的求助個案 亦比疫情期間上升近三成 而過去五年 協會接獲因爲流感症狀 送院的求助個案之中 超過一半是爲雙老共住的家庭 或者獨居長者的 現在讓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可以對付流感的小貼士 鑑於復償之後 協會接獲長者 因爲流感症狀送院的求助個案 和長者外游都分別有上升的趨勢 我們在此呼籲大家 應該盡早接種季節症的流感疫苗 加強保護 特別是計劃外游的長者 注意個人、手部和環境衛生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前往人多劑壁的時候 設計要佩戴外科口罩 如果長者出現有流感的症狀 譬如如果覺得不舒服 應該立即休息 按一線通平安中求助 或者向醫生求診 特別是雙老家庭 照顧資源有限 如果感染了流感 可能兩個老人家健康都造成威脅 更加應該適時尋求協助 以舒緩病患照顧者的壓力 除了今年冬季特別需要注意 如何應付流感等傳染病風險 我亦都想提醒大家一些進入冬季的小貼士 我們鼓勵長者 在寒冷的天氣 仍然保持適量的運動 增強體抗力 當日夜溫差被變化大的時候 記住穿舊衣服 多點喝暖水 但不要穿得太多 如果身體許可 天氣穩定 不妨相約親友出外活動 呼吸新鮮空氣 但出門之前 記住有足夠的保暖裝置 出行的時候 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資訊 或者在一線通平安中 查詢當天的天氣 同時請社會各界人士 多點主動、關顧、新搬的長者 特別是獨居長者 或者雙老家庭 可以親身探望他們 或者電話為問他們 多點了解他們的健康狀況 適時提供協助 最後 我們可以分享一下 協會整體案中求助的數字 掌席安局協會24小時 一線通平安中 支援中心 今年頭11個月 平均每個月 接獲4萬3千個求助電話 而一線通平安中的支援中心 和慰問中心合共 在頭11個月 平均每個月打出3萬6千個電話 主動慰問長者 在寒冷天氣警告 和浩熱天氣警告下的時候 求助國安是會增多的 在2023年1月 天文台最多寒冷天氣警告月份 我們收到的求助國安 比平時多了3.6% 23年7月 天文台發出最多 浩熱天氣警告的月份 求助國安比平時多了4.9% 最後也有一些基本的統計數字 和大家分享 在這裏 如果麻煩到告訴國安好的 我們找所到船機會 或許可 Mmm 不可